大家好,欢迎来到昆蓬居解说战争雷霆 记忆我们之前的十期节目,对吧 已经讲了四期苏系,六期美系,再加一期的意大利系 昆蓬居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心得 以及对一些小技巧的理解和体会 那么我们第十一期就要讲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 那么在桌面上摆着一个 对吧,明眼人都看得到就是苏系的卡武林黑沙 那么熟悉昆蓬居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 对吧,昆蓬居放在桌面上的一般都不是本期的主角 那么这一期也不例外,对吧 好,众所周知,对吧 昆蓬居以及大部分的玩家最喜欢的模式呢 都是陆战历史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吧 昆蓬居之前的十期全部都是围绕着陆战阶级或者历史 来讲解的 但是呢,最近昆蓬居发现啊 我们没办法好好的玩高级场的历史性能了 为什么呢 正是由于这一辆苏系的这个卡武林 他实在是太逆天了 对吧 如果说他是跟着 对吧,同盟国的这种队伍 那美国基本上就能赢 如果是他分到跟德意志一起 对吧 来抗美英 那我们一般就会输 正是由于这一点呢 昆蓬居就研究了很多方法打他 众所周知 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反过去了 这是我们的敌人 对吧 众所周知 我们之前讲过 顶级防空车约克中士啊 他是一个炮 对吧 他是没有导弹的 而阿达茨啊 他不干正事 对吧 他要去当坦监 所以导致他的出场力暴低 而昆蓬居也不太希望 对吧 教大家一开始 开局就用 就出阿达茨 因为这样 风险其实挺大的 对队伍的风险也挺大 所以呢 怎么办呢 如果是约克中士 但是约克中士的炮 又打不到这个卡五林 经常这卡五林 停在六公里 七公里之外 对吧 射导弹 你没办法 队友一个一个死 那么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 可以从这儿先箭单看一下 对吧 这个卡五林啊 他非常逆天 他可以带两枚空空导弹的同时 再带六枚反坦克导弹 或者如果他只带反坦克导弹的话 可以带十二枚 他的这个重载能力也比较强 你也不能说 我等着他 对吧 导弹打空 他就自然会飞回去了 或者怎么样 他打空的话 你就有可能会死 你们队就会死 十二次 对吧 极端情况下 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昆蓬居就在琢磨啊 怎么应对他 那么有一个办法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对吧 我们也用空军 好 这也就给大家引入了 在陆战历史模式下面啊 美系他为什么要用空军 好 用空军也是可以的 但是用空军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你空军 你对吧 你10.0 10.3的场 你不能开一个二战的飞机过去 对吧 你开个二战的飞机 还不见得打得过卡五林 毕竟卡五林 他还有空空导弹 你飞得太慢了 对吧 或者你做机动 做得太慢了 被他打下来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这就迎来了下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美系 以美系为代表 如何能够开到他的 比较高级的 对吧 喷气式飞机 八点几以上 九点几 对吧 甚至十点几 那么昆蓬巨这一期呢 核心就是来给大家解释 这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开到美系的空军 这个美系的空军啊 因为他二战的空军实力 包括现在空军实力都很强 所以这个游戏 也给他设计了这么多的飞机 对吧 当然他还不是最多的 因为日本 日本和英国 英德等等 他们还是五条线 美系 它是四条银币载具 然后金币载具 也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又要分析 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陆军 对吧 陆军 重坦 轻坦 坦尖 加防控车 他们五条线 各自 特点是非常明确的 用途也非常的明确 但是对飞机来说 它的攻击机 战斗机 和舰载的这种 战斗机 它们其实没有什么 本质区别 还有接机机 区别不是很大 除非就是这种 专门的轰炸机 对吧 轰炸机 它可能比较大 它比如说有炮台 等等 飞行也没有那么灵活 对吧 对于我们这种 菜鸟 入手玩家 它的区别 不是那么大 所以你在 以陆战历史 为本的模式下 你带一个飞机 就差不多了 对吧 大家的车位 也有限 对吧 不能假定 每个人都有十个车位 能带空优机 能带战斗机 等等 就假定你带一个飞机 一个直升机的情况下 那么你实际上 只需要有一条线 开到顶级 就不错了 对吧 好 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空优机还想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空战模式 对于空战模式呢 我们同样有 空战阶机 空战历史 和全真模拟 因为全真模拟 比较难操作 我们放到以后再说 现在不提这个 就简单说 这两个模式 对于阶机和娱乐 阶机娱乐和历史模式 它跟陆战 还是很不一样 对于空战阶机 你有多少个车位 你就能上多少飞机 这是其一 其二是 对于历史模式呢 你无论如何 也只能上一个车 只能上一个飞机 所以 考虑到这两点 对吧 我们实际上 也不需要 每条线都把它打到最 很高 对吧 我们有一条线最高 你喜欢玩空战历史 就已经足够了 玩街机娱乐呢 对吧 我们同一个线的 差不多权重的 也可以组成一个 不错的梯队 所以考虑到以上 所有的原因 昆蓬居就想啊 对于这个空军啊 咱们就舍掉这么多 杂七杂八的线 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们就目标 只针对这个 F4C鬼怪 目前最高档的 当然再说一个 小道消息 这个今后不久 这个改进 今天就可以出 F15C 对吧 下一个更高级的 当然不知道F15 F16到之后 超四巨战争 我不知道它怎么能够 做得出来 对吧 二十公里 几十公里以外的这种 不过无论如何吧 这是对于一个 顶级飞机的这么一种思考 好 那么说了这么多过后 我们就回来 那么这个问题由 对吧 为什么陆战历史要开飞机 到陆战历史 为什么要开高级飞机 对吧 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能够 把一条线都开一条线的 开到最顶级 对吧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又讲一点基础的东西 当然老玩家肯定知道 不过我这对吧 为了求全面就把它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个游戏啊 开线啊 它不单纯是说 对吧 你每一个开了它的上一集 你就能往下来研发 它每一集也要求达到一定的数目的飞机 比如说对美系 当然空洞机这已经开出来 它就没显示在这 一级需要六架飞机 二级需要六架飞机 三级需要六架飞机 四级五级 四级也是六架 五级是五架 然后才能达到我们最高的六级 对吧 那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那我怎么能研究在minimum的情况下 最低限度的情况下 把每条每集都能让它研究走呢 对吧 因为你可以看到 比如在乍一看 只有三架 对吧 我们怎么能过二级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说的 买这个金币飞机 对吧 科典金 科典金是一个最快的渠道 当然科典的还有一个优势 我们等会再说 先说这一点 因为你这样搭配着科典的飞机 这个金币机 它也算在这些机里面 它也能有效的降低它的需要的数目 所以也能让大家继续往下走 这也就印证了 昆蓬局之前讲XME的时候说过 如果把战雷当作收集类游戏 对吧 那么你不二选择就是科典 科典会对吧 有研究点和银丝的加成 好 关于银丝 我们就刚才所说 我们等会再一起说 但是呢 那小伙伴就要问了 对吧 那既然我们要科典 对吧 那我们肯定就盯着最高级的 这个8.7 因为当时上一套版本 还是9.0 最近才把它削成了8.7 因为这个飞机 它既没有空空导弹 也没有空地导弹 所以改个8.7 是比较正常的 F86 F35配刀 好 那我们就买个它来 不就对吧 也像陆战一样 孤儿开线 行不行呢 昆蓬局觉得 这其实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这个游戏 它复杂 或者它有趣的地方 就设计这么一点 比如说我们 我们开一个 随便开一个飞机 对吧 就是昆蓬局 才开出来的F86A 25和5 这两架 好 对于这一架 F86A5 这一架飞机 你别看它飞机性能 飞机性能 本身是一部分 对吧 你看它是这个 这个后 斜的机翼 对吧 喷气式飞机等等 它还有一点 很重要的因素 是这个成员组 当然这个对陆战历史 对陆军也是一样的 这个成员组 直接决定你 这个飞机的性能 对吧 包括什么 各种方面 这个我们今后 可以再分一个视频 单独再讲 对空战来说 对吧 飞行员的各种性能 体格强化 过载耐受 什么目力测试等等 当然生命征服 就是它的耐扛的能力 对吧 体格强化 过载耐受 它能耐受更多的技 而不至于眩晕等等 大家开过的应该都知道 对吧 你这些高级的喷气式飞机 动不动就给你来个 12G 15G 16G 的这种过载 那么你的飞行员 要是没有这样 足够的研究点的话 没有足够的经验点的话 它的这个耐受能力比较差 你稍微一动 对吧 屏幕就开始 变变 甚至是变红 开始出血 对吧 然后差一点的 就是开始变黑 显示这个 然后显示失控 百分比失控 这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 很好的飞机 对吧 顶级的飞机 但是你的成员组太差 它是不怎么开得了 你的飞机的 当然路战呢 要稍微好一些 因为毕竟路战 你王牌成员组 和白板成员组 也是差点装填 差点耐势 不是说 比如说对吧 一下 一下钢针打来 你不死 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差别要小一些 而且你装填 对吧 也就是差 一两秒钟 一般说来 对于你那 本来就十秒 你多个一两秒 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 当然肯定越高越好了 对吧 好 所以从这就说明 这个飞行模式 这个空军 你不能单纯的说 我去科技买一个好飞机 因为你的成员组跟不上 你还是需要历练他们 对吧 好 正式考虑到这点因素 我们再说一点 就是你如果一架飞机 本来对吧 孤儿开线 它也有风险 除非你打历史性能 你就一架飞机 那正好 那也是一个思路 但是昆蓬局不怎么推荐 与其你科金买一个这个礼包啊 你不如把这个科金的钱 把它平摊下来 昆蓬局觉得有三个东西 是非常值得买的 第一就是 这个P47这个雷电 对吧 奶皮 加这个P51野马 这两个都是二战的名机 对吧 也非常有用 它作为一个四级的飞机 对吧 有效的可以减低四个 再加上你本来这儿 这条线的四架 一起就足够四级过去了 对吧 好 这两个是必须 必须要推 有强烈推荐开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礼包 大家可以趁礼包打五折的时候 去买 对吧 也不是那么贵 也就是十刀左右 好 当然另外一个呢 昆蓬局觉得 当然在这儿昆蓬局并没有买 后来才知道 就是这一个闪电 它也是个礼包 这个它还有一个好处 是买了它之后 我们可以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在战斗里面 有一个动态 历史战役 你可以开美国跟日本的 这种真实的战役 当然你需要买这个礼包 你才能玩 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 单人模式 对吧 还是挺有趣的 当然这昆蓬局 也是相当于给它打广告吧 可能有些朋友们 已经玩完了 已经知道怎么玩了 好 除此之外呢 还有几架 昆蓬局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 零战21型 加这个BF104 这些都是相当于缴获的 美国缴获的 一般前面加一个这个标志 都是代表美国 对吧 都是代表别国的飞机 每个国家也是一样的 比如苏联就加克五星 对吧 等等 日本就加一个那个太阳 等等 好 这两个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可以买来 对吧 再加一个 然后就可以加上这原本的四个 我们就能把三级渡过 对吧 好 二级呢 也是一样的 昆蓬局 在这已经买了两个 但实际上大家已经不用买了 对吧 这边 因为它每一个 每一个空位下面还有一个 大家把这些研发出来 研究单线就已经够了 好 当然昆蓬局之所以买 是因为你玩着玩着 经常它就会出来一个礼包 一旦有五折 一旦有五折 空目就算买一个 还有一个不错的三级的 也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天剑 这个天剑它是一个双发 这个双引擎的这么一个战斗机 总体说来 你即便跟人对撞对吧 对面射 把对面打包过后 你自己损坏一个发动机 你还能飞 所以这个有不错的生存性 也是一个还不错的 感觉不错的飞机 好 总体说来 一级对吧 一上来你有三个初始飞机在这 对吧 再加这两个 或者再把它加一个等等 你就简单就能过 当然昆蓬局呢 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美国一开始啊 有这个叫starting 就是初始的一个礼包 这个初始礼包就包含这个 1.3的这个飞机 再加一个陆军的2.0的 这个斯图亚特海军陆战队 这两个 反正也是五刀吧 里面还有很多银丝和精英账号 作为一个启蒙 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昆蓬局再加一个这个 对吧 这条线 1级就够 2级呢 买这两个 或者不买 直接这六个 直接过也行 3级呢 就买两个 昆蓬局是买的这两个 再加这四个 直接就过 4级呢 昆蓬局强烈推荐这两个 这两个二战明基 对吧 他们俩再带这四个 4级也能直接过 对吧 然后到了5级 5级呢 昆蓬局强烈不推荐买它 它的性能跟这两个配刀 23 25和2 2 A5和F25 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还不如直接干出来 对吧 好 就干这五个 六个中的五个就能出 然后我们就能直接到下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昆蓬局玩这么久 对吧 也就是把这条线的 战斗机这条线 干出来了 一排 一直到顶 当然 还没有到最后的 这也就是昆蓬局迫不及待 给大家讲这个做这个视频的原因 对吧 好 等今后 昆蓬局做到F4鬼怪 可以给大家再再说 对吧 再分享 因为毕竟到了这个超级配刀之后 咱们就可以看到 是第一次在 呃 银币飞机里面出导弹 再加一个空地导弹 这两个都很香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但这个这个配刀 这个配刀应该不是 这个配刀没有 对吧 而真实情况 而且另外一点是 从这个F25配刀开始 才有了 记载雷达 对吧 所以大家从这开始 也就比较香了 之后昆蓬局会出一个视频 讲这个 再讲他们细节 这个视频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 对吧 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白的 这些昆蓬局都没有开 因为没必要 对吧 对于陆战历史没必要 对于空战历史 也没有什么必要 除非你就喜欢 对吧 除非你就特别喜欢 某一个飞机 还有一点呢 当然这个飞机是很香的 只不过呢 它很贵 在交易所里面 都要卖200多 所以我觉得 也不太有人能买 因为它的挂载 就非常多样化 就能选空地导弹 对吧 网上有很多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狂路 当然对于 对吧 我家的假设都是 你并不是一个 非常富有的玩家 对吧 你要是非常富有 还管什么呢 全部一排 全部磕到顶 每一条线都能开 对吧 就不说了 但是呢 又想 又想玩顶级飞机 但钱又不是 那么的充裕 对吧 就是昆蓬局 给大家的定位 好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 明白昆蓬局 总体的意思了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 看一局 对 可以看到啊 刚才还说掉了 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昆蓬局 还有个思路 因为我毕竟 为了陆战模式 我开了 磕了两个车位出来 对吧 一个200 一个500 所以一共有一个7车位 这个7车位啊 这还是一个 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7车位 可以正好放 7个精密飞机 而7个精密飞机 虽然他们的档次 对吧 从2到5.7不等 但是放在接机下面 其实差别 没有那么大的 对吧 即便这个2.0的飞机 你也能带进去打 而且对吧 照样的打得死对面 不像坦克 你2人级 很难打死一个 7年级的飞机 的坦克 对吧 好 对于飞机是这样 而且我们这样 要说到了 这个毛子啊 这个guiding 他骗科金的一个 最大的特点 就是金币飞机 它实在是 银丝收益 非常的高 它每一个飞机 维修 维修费用 最大维修费用 很低 普遍打爆了过后 维修费用 也就一两千 但是收益很高 像我这样一个 7金币飞机阵容啊 一局 在不用争议的情况下 经常能够获得个 八万到十几万的银丝 不等 要看你的打的情况 对吧 这是很爆炸的数据 因为 因为你这7辆 全部修 可能也就一两万 你能收益 五六倍 对吧 你在别的模式下 很难 所以这也给大家 开发出来一条 如果大家很缺银丝 用空战接机的 金币飞机 对吧 可以赚很多银丝 而且这7个 金币飞机 当然也不一定 金币飞机 7个车位的空战的话 能够保证 你能坚持到 空战的结束 而不会说中途 对吧 就打完退场 因为毕竟 你要死7次呢 死7次你一局 也就十几分钟 对吧 你就进去 跟敌人战斗了 然后撞了 马上开下一个 你都没有问题 对吧 当然即便不是金币 你也可以这样 对吧 也能让你坚持到最后 也能让你最后 这个能够用于开线 而且这个游戏 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鼓励你 把每一个飞机 相对都去玩过 每一个载具 所以你用上一个线的 去开下一个线的载具 对吧 它有一个额外的加成 可以看到 比如这个 用 86A5配刀 有特殊研发 加成110% 这就弥补了 对吧 大家用低级的金币飞机 去开高级线的 一些损失 对吧 大家可以兼顾着 带一些喷气式飞机 这样你的改装件 也能研发出来 好 昆木居感觉 已经说得非常细致了 对吧 我们现在就来 就来看一局 我们就以一局 接机视频为例子 对吧 给大家 就相当于 给大家展示一下 昆木居是怎么 快速的 对吧 当我意识到 卡50的问题的时候 才开始思考 对吧 当时昆木居的飞机线 还根本没有 对吧 总不至于 带个二战飞机进去吧 而且二战飞机 也容易被 被防空车打下来 当然防空车是 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 之后出 打卡50的视频再说 好 我们现在慢一点 对吧 好 这局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里还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这种模式下 他要占这个机场 为了占机场 昆木居一进去过后 直接就开一个最差的飞机 把这个 把这个节流法 关到零 对吧 然后就让他滑翔 减速 这样才能有效的去占得到 当然队友呢 有比较厉害的技巧 你看 这个队友 他居然飞得比我快的基础上 还能最有效的占得到机场 那我们也就没办法 又只能加速起来 赢敌 对吧 关于空战的这个 接机或者历史的技巧本身 我们这期先不在这 非常深刻的讲 这期主要是讲 如何开线 对吧 也作为一个空战的第一步 对吧 可能这样看 大家也 没有太大的事 我因为毕竟昆冬剧 也要承认自己 对吧 空战开的不那么多 也不那么好 不像陆战呢 稍微有些经验 好 我觉得空战接机呢 大家完全就是一个 熟能生巧 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你要 及时发现 并且追踪 跟你距离 两公里以内的人 对吧 一公里 你就一定要对着他了 因为他肯定 你不打他 他要打你 对吧 这是核心问题 好 这波我们跟着 刚才已经拿了两个助攻了 你看我们一个 第一个小飞机 都还没有死完 对吧 哇这个空战接机 我们用这种波录像的方式 看起来好晃 尤其是太快了的情况下 好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绕来绕去 又往敌击阵营里面抓 我们应该是慢一点 会不会好一些 不是那么晃 对 好 前面有个阿帕奇 我们直接打 应该是把它打伤了 这边要来一个 A36 好 我们继续跟着他打 好 这个 这个接机模式啊 又有一点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他虽然会出一个 育苗圈 但是并不是你的鼠标 直接针对着那个育苗圈 就能打得中 哎 跟他撞击 这样 这样很划算 当然这样 感觉实在 好像有点 对吧 肮脏的手段 就是你被敌人 击毙了过后啊 你调整你的 机翼的方向 对吧 左右 去给他撞击 这样也不是白死 对吧 也为你的队友 出点手段 但这样呢 显得不是那么光彩 大家就酌情处理吧 对吧 好 这儿我们终于开出了 我们这奶瓶 对吧 P47 这个P47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P47 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他挂载 能挂两个 三个炸弹的情况下 然后再挂一边 一间五个 好像一共十个 火箭弹 好 这儿空母具要说一点啊 对于这种战斗机 空母具 也建议大家 全部都挂满 虽然飞得慢一点 但是炸弹 能够去炸基地 对吧 炸完过六分钟 重装 六分钟比较多 当然 六分钟 一般是重装不过来的 不过你能炸一波 也给你获得点点数 对吧 也协助一下轰炸机 同时呢 这个火箭弹 其实有挺重要的用处 火箭弹 拿在手里 就直接对着别人打 你比如跟敌人迎面 甚至不是迎面 你也打 因为你毕竟 你发射这么多枚火箭弹 敌人做机动 说不定就撞上火箭弹 对吧 空母具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敌人不是死于 用机枪 而是死于火箭弹 我刚才已经打下了一个飞机 我都没给大家说 好 这边我在追一个 晓得这个是什么 空母具暂时还认得 不是那么清楚 J21 有可能是瑞 也的 瑞士的这个叫什么 新线的飞机 好 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这好像 炸弹是已经丢了 火箭弹还没用啊 我们又去追 又追这个 又去这个P40 战营 好 我们去打 对吧 这相对有些无聊 我就给大家反正就展示一下 空战阶级 因为 因为昆蓬区一开始不会玩 这边自己被人打爆了 对吧 坠毁了 坠毁就坠毁 我们又 第一也不心疼 第二也不会亏 对吧 肯定不会亏钱 好 我们下一个 第三个飞机 出来 因为昆蓬区之前 自己才开始玩 我们叫要快点 他这个 又 又连机 要重新连出来 要重新取一个飞机 他有一些时间 好 我们再出来 这个野马 对吧 我们也挂载 可以看到 我们也挂载了 六个火箭弹 对吧 好 因为昆蓬区之前 不太会玩的时候 对吧 不知道怎么玩 然后去搜网上 其实并没有很多 很详细的教学 尤其是这种小技巧啊 小策略啊 等等 同时昆蓬区也去搜 如何能开 对吧 开出顶级飞机 也并没有人 姐姐你看 我就用这个 你看这波就直接打下来 我们就是通过刚才 在追别人飞机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火箭弹 全部发出去 对吧 这样敌人更容易 撞上火箭弹 即便不被你机枪打到 敌人被火箭弹撞上 那也是 那也是很好的 这波我直接被打爆了 那就没办法 对吧 吸 这个还很 还很不干 对吧 还再继续打一下 好 呃 我们现在也可以数到 已经这是第四辆飞机出来了 对吧 第四架飞机 所以昆蓬区就觉得呀 有必要出一期 单纯就是讲 如何把这个空站 如何把顶级飞机 给干出来 或者磕出来的 有效的手段 对吧 因为因为你像 你像 哎 你看一撞 这其实也不是很亏 你看我已经杀了四个人了 那个人是我们对杀的 对吧 我们用一个小飞机对杀 对吧 这也是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经常我们带一个2.2 哎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双发的天剑 它其实挺香的 而且又比较耐打 比较重 呃 我们刚才想说的就是 哎 我们好像没有受伤 就是你跟别人撞了呀 你用第一级的金币飞机 你经常还能获得 当然撞并不算你的击杀 只不过你在撞之前 如果能把它打死 那更好了 对吧 对冲的情况下 那么那种情况下 你经常能够获得等级不是问题 甚至技术碾压 对吧 你是愿意去主动跟人撞 不是强调说你去撞它 不是像真正美国二战 对吧 打日本有些时候用这个什么 什么切的方法去撞别人 并不是指的那个 而是说你对撞的 有更大概率把别人击杀 对吧 你看我们又拿到一个主攻 建好就是时候就去找别人 对吧 而且这个游戏 这个空战阶机啊 还有很多技巧 比如说 你知道你的队友在哪 对吧 看得很清楚 你就找那种队友 多敌人落单 或者敌人要少一些的这种 这种人堆里面往里面抓 哎 这不我怎么一下子是没停止好呢 直接就撞下去了 好 已经第四辆了 对吧 我们已经拿了四杀了 好 这是 临战21型 这又是缴获的日本飞机 估计是 然后 往前飞 对吧 我们这已经是第五个机密飞机出来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排名已经是 对吧 刚才看到已经是排到第二去了 这样一局 我们的银丝也是大丰收 对吧 大家如果发现线开太快 没有钱买载具 那么就可以玩这个 对吧 陆战也是一样的 而且玩这个接机模式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人会比较放松 因为敌人都在眼前 对吧 不像陆战历史那么紧张 你还可以对吧 听听音乐啊 看看视频啊 什么 等他飞 对吧 当然除此之外 这个 你看 还有一点就是 你玩空战的时候 展的这个经验点 你可以用于陆军 对吧 可以用于这个成员组的改变 好 我们这次呢 就基本上就讲这么一个视频 对吧 我觉得视频本身 素材本身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核心是给大家说 对吧 美系现在比较难玩 因为敌人的卡伍林啊 比如说米24N 夜行猎人啊 再包括像经常碰到的 像什么德国的 什么法国的 或者意大利的 那些什么虎啊 什么国际型啊 之类的东西 都挺强的 但是呢 用空军会比较简单 比较能打下来 对吧 尤其是对面 开直升机的 它肯定会切换到 这个导弹发射视角 去瞄地面 它会对你疏于警报 当然如果有敌机靠近 它会有一个 一个雷达探测 它会报警 但是你要是喷气机 对吧 它来不及反应的 经常就会被你打下来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之所以昆盟局 之前很少开飞机 对吧 可以看昆盟局的队列 也就一个飞机位 一个直升机位 对吧 但是因为 因为这个空军 它用的点数太多 而且容易被防空车 打下来 你要到点里去 因为很难说 存在去填地 对吧 低级场可以填地 高级场 有导弹 有雷达 你没办法去填地 但是呢 直升机也离战场很远 所以我们去打直升机 也不用考虑 被地面的防空车 给打下来 所以 所以中上所述 对吧 大家出了一个车过后 如果死了 比如说死于直升机 或者看到自己 队友很多死于直升机 那么第二个 果断出飞机 就去绕车就行了 就绕着 你即便不能把 对面直升机给打下来 你能阻碍它 对吧 影响它 不能好好的瞄准地面 也是对你队伍的支持 对吧 然后呢 昆盟局这也讲了 如何能够 单线法 对吧 一通到底 你可以看到我们省略了中间多少的红的没开的飞机 就走这条线一通到底 对吧 希望看什么时候昆盟局能把F4C鬼怪给干出来 好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也算我们第11期的一个特别篇吧 第一次讲空战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